西亚波虽然说是很小 两个小时你可以由头到尾都走得完 如果我们在外面工作 在外面跑的呢 这时间呢就是很不够 穿出这个高跟雪 就走那个楼梯 带出那个披霜 大家好 今天呢我就分享什么呢 我今天会做一个披萨 做披萨 那个 今天时间呢很不够 因为呢就中午呢 我就去了那个Chinatown 就是吃了一个午餐跟朋友 我今天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呢 想要谈的 蛮大的感慨呢 就是今天出去 因为呢就是 这个这段时间呢 都没有特别去做些什么 都是在家煮饭啊 去念念酒啊 也就是很多听听那些 讲讲最近的疫情 包括政治 就讲到好像经济很差 很恐怖 但我这几天出去呢 我就不是感觉到这样子 外面还是很多人 我在停车的时候呢 我就腰啊腰啊 我去到五楼 才找到一个 parking的位置 外面还是很多人 因为每个人呢 还是需要生活 还是需要去外面走动的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过去悲观 对于生活 偶尔呢还是需要去 跟朋友接触啊 或者是 就是接触多一点东西 或者多一点时寸 尤其是真实的青春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生活嘛 就知道当地的 一些人的工作 生活的青春 因为有时候你听那些人 讲那些疫情啊 就是这个 冠状病毒在全球 四约的时候 因为这个国家 那么严重 香港那么严重 中国发生什么事情 新加坡每天有几百种 其实它真的没有这么可怕 因为我出去呢 好几次去吃饭啊 还是很多的人 但是当然呢 它的检测非常好 比如说我们去商场 那个要那个 安提问呢 还有登记你那个 进去的时候呢 它就用手机来 鲜的 所以呢 它是非常的安全 好了 我就不讲这么多了 我今天呢 就可以做一个披萨 因为披萨来说呢 我就做了 蛮多次 因为我呢 跟我孩子呢 都很喜欢吃 这种披萨 我没有煮饭的时候呢 我都喜欢窝的 就定披萨也不是很贵 大概呢 新地呢 30多块呢 就有两个 但是做呢 跟外面有什么区别 因为那个肉呢 就选择自己的 口味放下去 而且呢 就比较多了 另外一个呢 也是 新鲜 好吃 所以我进化了 我安膨去做 应该有做了20多次 所以终于呢 就做得很不错 今天呢 我也是 再重生呢 做一次 就是做一个披萨 因为很多次呢 我们都没有 怎么披萨 有什么有披萨 好了 这个现在呢 我们呢 就去准备了 再两次开始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